一名家长推着简易娃娃车 大陆俗称的六娃神器 博右路上一道缝 娃娃车竟向前翻覆 两岁的儿童面部着地 另一名家长同样推着简易娃娃车 只要路面高低不平 娃娃车就自动向前翻覆 导致儿童重摔 过门槛 进电梯都一样 就算在家里转个弯 娃娃车也会侧翻 看得触目惊心 有的时候会摔倒 磕到过脑袋 央视记者暗地走访 生产简易娃娃车的河北平湘县 发现一整排的小作坊 要么没有注册 要么无法达到认证标准 但都会贴上假认证 实验室正在进行震动耐久性测试 要经过36000次的震动 娃娃车结构不能松散 结果震动不到1000次 简易娃娃车手拉杆就断了 明显不合格 另外塑胶零件部分 还添加了大量碳酸钙 碰到阻力后容易断裂 简易娃娃车体积小 重量轻可登机 因此大陆的网购销量很好 但只要低于新台币4000块以下 不合格率就高达八九成 提醒家长网购时请务必注意 TVBS新闻严瑞生 陈向如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